升級卵證 到今個星期 如果想考慮做一個淡倉 自己也會看回五號仔 最近市場比較喜歡沽散 其權未平倉合約比較靚仔的盤路 例如7003690 今個月的重倉好倉之選都被人洗了下來 五號仔便是排第三 其實都不差 所以我覺得它也有被人洗的機會 再加上一個MACD 其實是階段四拉闊 也有機會再重心一點下去 如果真的做得到淡倉 可能趁這幾天在66元打架 看看有沒有66.5元附近買到 就訂一個67.4做紫舌 九號指給它 下面看看一個多兩元的空間 看看會不會去到64.5元 64.5元 再看遠一點 其實可以穿了的話 最遠就看63.5元 可以考慮一下五號仔的淡倉 港股上星期尾 是晚7點附近增持 至於重磅股之一的匯豐 整體走勢都強於大市 不過也慢慢失手了10天和20天線 如果大家和80後頭機客Alan一樣 認為匯豐有機會追跌的話 都可以留意我們勝展的匯豐撲倫選擇 24793 24793這隻匯豐撲倫 行使價是56.5元附近 多期日到11月中 實際杠桿比到14倍流上 假如匯豐有機會跌下去下跌參考價 大約維持64元左右的水平 這隻24793匯豐撲倫 假設人生波幅不變 並且持有一個星期 表達潛在升幅可以接近六成